所以 沒有鞋 沒有適合她的鞋 沒有 有 所以我們可以延續她的 她的個性 對 延續她的個性 然後 來挑選一些 其實也是給小個子的女生的 一個提醒 就是說如果你跟她們一樣 就是個子比較小 你可以學她們 當然你也得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就如果說你跟芳瑜一樣 是屁屁的 兩側是有肉肉的 那你就不可以穿 那麼多的緊身的牛仔褲 因為你的肉肉就會全部露出來了 就會被發現了 然後再來就是透過了 銅色調的延伸 你的腿跟靴子之間的關係 真好看 很有個性 這個的延伸 其實它把你的腳脖子 那一小塊肉 藏住了 那結果就不會把腳給截斷 對 所以剛剛說小個子一定要避免 你的腿被截斷的可能性 它的延伸性才會被看出來 或者是呢 很好看 說不出來的顏色 她感覺已經穿了很久 再來就是這種靴子 這種靴子今年很流行的是 前面是 翹起來的會覺得你腳不會像男人一樣 對 然後也比較不會踢到 幫我把襪子 我們就不會踢到 你那雙不適合襪子 對 你那雙襪子不適合外露 正面的部分 我們去做銅色調的延伸 然後現在很多女生都會做指甲 把你的指甲微露 然後其實這種鞋子 這種靴子 你平常也可以搭配襪子 然後看到背後的時候 背面 那搭配顏色的襪子是什麼 對 其實可以跳色 可以跳色 就是讓你的後方跟腳趾頭的地方 露出譬如說 幾何 幾何 或是黑色金蔥也可以 對 如果真的很冷的時候 你看 它的背面跟正面 會是兩個比較不同個性的感覺 對 會是兩種比較不同個性的感覺 老師 我想要請教一下 那一雙很高的Fu 對 這個黑底的 那個是要什麼時候穿 他可以穿 他可以穿 這好難 這很難駕馭 我覺得這樣不是會被截掉嗎 截斷 會 可是這種 其實說真的 穿這種靴子的女生 一定要比較有時尚感 有個性 就是你 氣質要夠 所以芳瑜不行 芳瑜 難講 芳瑜真的不行 難講 試了你就知道 那我們是要穿黑色的褲子嗎 黑色的 好好穿 這很好看 對 很好看 因為為什麼 這個可以不用黑色靴子的原因 是因為它夠高 它夠高 如果說你平常是穿更沒有那麼高的 你要透過黑色的延伸 整個延伸上來 就當成你的腿的一部分 但是因為它夠高 它前高又後高 所以它把整體的比例拉起來 因為這種鞋沒有配好 沒有搭配好 它很沒有質感 對 沒有氣質 對 其實這種靴子 配上今年的那種 Oversize的大衣 配上Oversize的大衣 就好了 然後有一點點舊舊的 有一點舊舊的那種 一樣說不出顏色的咖啡 或者是芥末 芥末色 搭起來也會很好看 然後再來 都懸空了 你左腳 對 然後左腳 她可以穿這個 劉沈 因為她腿的比例夠好 對 芳瑜就不能穿 是喔 難喔 難 我也不能穿 這好難 我覺得今天是妳穿錯牛仔褲 其實芳瑜 適合芳瑜的東西一定要簡單 對 芳瑜她比較 她比較不適合駕馭太 我比較光芒 我比較光芒 所以妳要給我簡單 我了解 可人看亮眼睛 OK 我接受 一樣的黑色延伸 小人穿怎麼都好看 對 因為她的腿的比例 在她的身體的長度 身體的比例上面是好的 所以她可以在腳上面去做花樣 透過一樣是黑色的延伸 然後去把這個腳的部分 這個鞋子上面有一些變化 你也會覺得不錯 或者是像這種 帥氣的靴子 好漂亮 帥氣的靴子 搭配她的上衣 真的 小人可以換非常多鞋 她都可以 對 小人妳都可以 鞋子她都可以穿 我覺得 那短上衣加分超多 短上衣是我店裡的 真的 好 立刻結話 立刻做成衣 立刻結話 雖然說 是淺色的靴子 可是因為 她的黑色褲子的比例夠長 夠長 所以你看她搭起來 再看到她的上衣 你會覺得很帥 對 你會覺得很帥 上下的呼應 然後個性的呼應 就會很帥 所以方宇也不可以 穿這種短上衣對不對 我可以 因為她這邊比較 不行 方宇小腹很大 她穿高腰嗎 高腰一點 可是方宇很常穿高腰的褲子 有嗎 她穿高腰嗎 她穿很漂亮 方宇可以穿高腰的短褲 但褲管要寬 不要包著 對 妳穿高腰的短褲 褲管要寬 T字形 不能這兩塊 對 了解 對 妳家裡有鏡子嗎 家裡 妳會想說送妳一面鏡 我有 不用送 我有 我覺得其實靴子有很多 今天我們教大家就是說 妳要去玩這種個性的組合 那同時妳也要了解到 自己腿的比例 跟靴子穿的位置的高度的比例 還有自己身型跟身型上面的比例 才能讓靴子為妳在秋冬加分 是的 今天老師介紹的這些靴子 在哪裡可以買得到 上我們的網站就清楚了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老波 謝謝大家 辛苦了